你不想要做 我今天介绍过所有的话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团结 我觉得确实是团结啊 就是大家虽然打了这么多架 还是这么好的 我要给大家介绍团团 你觉得你跟我们团结吗 不团结 我们是 我们是 我们就是个态势的六个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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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小丑的个态势 我们是个态势的 good story 我们是很容易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男孩 所以你应该 大家都搞不懂我都要进正式的了 你打到我 好 我们是六个小丑 我们目前呢是在立志余去做一些 呃能够证明我们的东西的一个 作品出来 然后因为现在呢 呃从小时候包括自作曲 包括从那个刚开始余热的时候 做的一些单曲 也是在慢慢尝试 中间有试过像 纯hiphop的东西 然后还有像一些比较输情一点的歌曲 我们也有做过 然后风格的变化也挺大的 就是想 还是想多尝试 因为现在 有这么多不同的曲风 我们也没有搞懂说 有哪有哪一个是特别适合我 目前来说是 hiphop real hiphop 和我们是最契合的 但是我们还想继续去突破 还是想找现在元素再融合到我们一起 你想搞去 我去让大家认识 更加强大的一个boystyle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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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 讨论一些细节上的内容 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 是框架 不是主题 对对对 一个大的框架 是我们的约定 因为这张专辑叫做V 然后所以就是以我们的约定 然后我们再会去 更 去想一下我们的约定 可以是什么比喻也好 然后什么 各种方向去思考一下 该怎么去表达这个东西 但主要来确定这个 大致的方向还是靠哥哥们 哥哥们就是五个哥哥们 我负责在旁边倾听 要是我觉得这个 可以变得更好一点 然后会给一些一些意见 但是更多还是靠哥哥们 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但是我觉得反而想法不同 可以创造出来更好 更全面的东西 对的 有可能这个东西我想到了 他没有想到 有可能这个东西 我没有想到他想到了 我觉得互补 怎么去认识我们 这个问题 我想过很多的方式 希望他们通过舞台去认识我们 这样又可以了解我们的音乐 又可以了解我们的人 又可以看我们的帅气的面貌 对 my life is shiny 因为有你陪着 i feel like i'm flying 当前一手跑着 i'm looking in your eyes 心跳加速为何 相应过全世界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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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陪着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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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不怕了 青春第一出阳光走进房间 就像你的关系始终在身边 every single so many 而现 唱着我们故事里的每一段情节 这个世界装饰着它能危险 幸运有你陪着我一起冒险 the best present to me 是你的笑脸 the sweet things for me 是你的双眼 yeah 算要对你说声感谢 yeah 有你就像拥有一切 就像现在这个瞬间 yeah just like this like this yeah yeah 紧握的手不想放开 要为你做勇敢的那海 最闪耀的 spotlight my life is shine 以为有你陪着 i feel like i'm flying 能牵你手抱着 while i'm looking in your eyes 心跳加速为何 相应过全世界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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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陪着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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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不怕了 你的存在像送信 in the dream 就紧紧抱着我 take away my pain you my stress 在聚光灯下之为你 每一次怀疑 hut you always be my baby yeah 想要为你变得更好 yeah 为你捡起小小城堡 wow 把美好留在每一分 生活的话我平常就挺正常的 就是不停地发现自己喜欢的歌 然后但是我平常听歌 我也就是逮着自己喜欢的那几个人 就听他们的歌 也不会说是增加自己的歌单的一些歌曲 然后就是也就是听那几个人 听皇后乐队 当时是我一个朋友 给我推荐他们歌来的 他给我分享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然后还有 an 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就是那首歌 当时我听着 我说这原来是他们的歌 因为就很多乐队他们的歌 都是知道曲 但是不知道什么人唱的 很神奇 然后我就去开始听皇后的歌 我看到当时他和台下观众互动 就是那段 哎呦 就那段应该大家都很记得 那段就是全场几万人一起 一起唱歌 就是他唱一句 你唱一句 然后他才唱一句你又唱一句 那个场面当时我听的真的很震撼 然后 然后 我有点激动吧当时 就 我也希望有一天就是能那样 然后 平常我唱他歌我会学 学着他走路的方式 然后 就他他动作很放开 但是 人学不来他的样子 他真的 他的动作 虽然做了一个动作 但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自己 就没有 就很多人模仿他 但是我觉得 没有人能做得跟他一模一样 有些事情 就比如如果 Freddy如果他没去世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传奇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的传奇 留在了那一段时间 就是 所以才会传奇 像 B-Yon的一样 皇家居 我也没有太意识到 就是我觉得 我生活就是每天就那么过去了 然后但是 看自己以前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还成长挺多 不管是在外貌还是 实力还是想法这方面 现在的目标 想考上一个自己心意的音乐学院 其实我平常就还挺好 就是出去骑汽车 然后打打台球 我觉得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 我觉得那就是 现在来说挺真实的生活 我觉得兄弟之间 怎么聊天都不会尴尬吧 没事的时候 就比如聊天一样 没事的时候就不会找你 没事的时候找你 只要就会互相帮忙 就是平常闹的时候 就是已经习惯了 就是已经习惯了 就要放开你的想象 Let's turn it up get it turn it up get it turn it up never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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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It's screaming lou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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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it story 只能热血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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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往路就让你很想到 从我们想到我们最想要 就是你的笑 轻轻的跳 快来世界有我们的状况 我再不将到 我的世界现在让你知道 靠近一抱 全能力爆表 快来跟我一起轻轻的跳 就跟我们将到 就要放弓你的大脑 Let's turn i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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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房间在哪儿 你们房间在哪儿 你们房间在哪儿 带我们去看 带我们去看 坐来 你们洗手 洗了 跟你一样 喝酒 吃牛 对内活跃气氛吧 平常挺开朗 然后遇到什么好笑的视频 都会和他们分享 然后会让对内的整个的气氛 看起来稍微好一点 大家没事的时候多数骑一机车 我就比较喜欢宅在家里 搞什么事 比较喜欢和学牛仔 哇 这么大 你们有热爱的事情吗 我 大家 我觉得你们得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像我呢 我在宿舍 尽管是闷着 一直闷着 尽管会迷惑 但是我的嘴从未停过 基本上 每天 24小时 我除了睡觉 八个小时以外 基本上有六七个小时是在唱歌 真的嘴没停过 我出去骑车也唱歌 所以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自己进步算挺快的 因为自己每天的唱歌得找着那感觉 虽然现在嗓子不是太稳定 但是 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这段时间 这两年来 每天没停嘴 然后一直唱着唱着 还真有效果 就是能唱的有感觉 有那个味道 我觉得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 本来也喜欢唱歌 最爱唱歌 希望 有一天可以 做自己的歌 然后希望有一天可以 大家来我的演唱会 听我唱我自己的歌 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 有荣幸 特别荣幸的事情 就是你写的歌 有很多人 不管线下 还是线上 有很多人 在看你唱歌 喜欢听你唱歌 太棒了 我觉得最近唱歌是挺瓶颈的 我唱歌的技术 然后还有音语挺瓶颈的 然后 但是 因为我特别热爱唱歌 我就 也就是一直唱 因为我现在 是走了一人这条路 我觉得音乐是唯一让我 靠着就是 让我靠着音乐 就是热爱音乐 我才想要走这条路 就是 没以前那个味 以前是真的热爱 以前干到凌晨 一两点两三点都能感觉 对啊 我真的很热爱这个东西 我以前那时候不像你那样 对啊 我也每天 但是到了后面越来越 越来越不幸 但是你看我 你们每次都说我 每个人都说我 但我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你一旦失去了自己热爱的东西 是真的就干什么都没有兴趣 但是有点压抑 但是呢 我还是有热爱的 我讲真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热爱的东西 还是热爱这个东西 但我 现在的话可能就是 哥哥姐 让我做什么 我会 探进去一点自己 想要完成的那个标准 然后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然后也会自己去想如何变好 然后更多的是 自己去一步一步尝试 这个 这样的练习方式是否适合我 这样子去练习我是否能提升 我可能现在需要思考的是这些东西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我生活中开心的事情很多 然后不开心的事情很少 所以我每天都会自己找点玩的 在宿舍 虽然只能在宿舍玩吧 但就是每天都会自己找点玩的 或者打打游戏 或者就是在宿舍踢踢球 然后聊聊天 然后一起去讨论什么足球比赛 篮球比赛 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然后过年完了之后我们就会集体回来 然后一起生活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处于一个没有什么事情干的 所以很散漫 然后也整天也就是窝在家里边 好 现在最近的话 开始准备SUNCAP 还有Part 2 还有后续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演唱会什么的 对 然后也就陆陆续续的开始忙起来 我就觉得挺充实的吧 可能因为小时候已经习惯了这种很充实的生活 所以突然间闲置下来会有点不习惯 对 我要这么出来放松吗 觉得IT吗 最近可能会开始要冲一拨 因为疫情没因 冲一拨技术 什么 声乐课 舞蹈课 乐器课 表演课全都上不了 然后所以我们就只能在家自己 复习一下老师之前教的 然后再自己去琢磨琢磨 但是 感觉就是很不专心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认真去做一件事情 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你可能就坐一会儿就已经去想别的事情去了 然后 然后 那我为了在宿舍充实一点 就每天就整理房间 但是越整理越烦 越整理越乱 就 啊 所以就又放弃了 然后 每天就感觉 这一个月过得很快 然后过去了 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也不知道收获到了什么 嗯 就觉得 挺浪费了这一个月的时间吧 没有好好去应用 然后过去了就会后悔 然后 但是不能后悔太久 因为你还得重新振作起来做好现在的事情 如果时间让我失去了所有 时间让到底也要欠我多久 我觉得这句话 就因为时间它是一个 就你 它是一个你接触不到的东西 然后 然后你都说他时间要欠我多久 就很 有点矛盾吧 但是就挺有意思的 回头回过头来看那句材的话 这个是我的床 这个是 这个是加我哥的 那个是齐哥的 这个是我的家 哇 哇 哇 其实有些时候 你往床上一躺 还是挺舒服的 大家可以看到外边的景 特别的 嘿 看我们那个 那是我们的晚餐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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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